第27條又要我們做Matching 就是現在有個人有近時的煩惱 我們怎樣幫他解決問題呢? 理解近時是甚麼問題呢? 首先要知道近時的成因 我們有兩個的 就是晶體太厚 這麼厚的話 他有一個很強的聚焦能力 又或者眼睛太長 導致影像不能聚焦在視網膜上面 如果不能聚焦在視網膜上面 究竟聚焦在哪裏呢? 所以先要看這兩幅圖 你都看得到影像是在視網膜前面 所以C和D就有機會去答案 知道了近時的問題之後 我們就想想怎樣解決它 所以第三個concept就是 戴甚麼眼鏡好呢? 我們自然應該要戴一副 幫我們把光線散發開 因為就是我們當初的聚焦能力太強 我們需要一個發散的透鏡 將光線進入我們的晶體之前 就先向外去屈一屈它 因為屈開了 再給我們一個厚一點的鏡頭 再屈一屈的話呢 就可以剛剛好落到視網膜上 所以我們需要戴的是一個concave鏡頭 所以答案呢 就會是C了 你也趁著這個機會提回 今次問近視而已 下次問遠視行不行? 當然行啦 下次戴甚麼眼鏡? 讓我來嗎? 再來是關鍵面為 gran鏡呢? 問題是我們需要擁有重視的問題 然後也可以是外視的是 反規剩下來的問題 所以我證明現在才能ёл 然後關鍵面為一個小細像嗎? 首先從來 我們現在查看 過一個細像角色的小細像 第一次的原因是 將視臓的尺度尺度 第二次的原因是 在眼睛太長的東西 所以這有角色是 辣椎空的對方 但是什麼意思? 它是在錯位置的位置 所以我們看看這個圖示範 我從書中的文章 你可以看到這個圖示範 是在前面的圖示範 所以這就是CD的答案 所以之後我們發現 這個圖示範固定的問題 所以我們必須提供 改正的圖示範固定 是因為它是太粗幅 而是太大了 所以我們必須是 這個圖示範固定的 圖示範圖示範圖示範圖 前面的圖示範圖示範圖 然後稍皮 They enter their eye ball 然後它是超級的太大、 concave length 答 und答案是C 所以在這問我